空气品质的状况 跟地区大概都是在绿色的良好范围之内的 那至于说昨天的降雨状况 主要也是午后震雨为主 偏向在山区 我们看到在这边 北部这边降雨比较明显的平地 大概就是大台北 然后在北亚岸 基隆北亚岸这附近 那中部的平地有部分地区 也是有下到午后震雨的 比如说台中 彰化 云林 嘉义这边都有碰到 那对中南部而言 降雨比较不明显的是在沿海地区 靠近比较山区的地方 事实上或多或少都有碰到 当然大雷雨主要出现在山区 量最多下了八十几到一百多毫米 这个是昨天的午后震雨 那昨天的气温 部分地区地形的影响 温度也没有特别的偏高 我们看到了这一个 从台东开始到花莲这两个地方 都有来到了37度 37.5度的这种高温 另外屏东 台东 新北市 宜兰 也都有36度以上的这一种温度 并没有特别的高 但是基本上都是热 那至于说现在外面的温度 跟昨天的这个时候来做比较 马祖 金门 澎湖 差不多变化不大 来到29度上下了 那台湾本岛这一带 有些地方已经来到31度了 像桃园的新屋 另外新竹 台南 东部的台东 还有恒春也是31度了 那纵使没有到31度 很多地方也是快接近到30度 甚至很多地方就直接来到了30度了 温度也是都是热了 那至于说天气土上面 跟台湾有关系的 当然就是这个太平洋高压 它整个范围呢 有生长到我们台湾附近这边 那但是呢 它的强度并不强 所以北边的低压带 稍微的南远下来 西南风有增强一点了 那西南风一增强 跟清晨吹出去的陆风符合 沿海就比较容易 有一些云层发展起来 造成了南部的沿海 有一些局部零星的短暂雨 昨天的清晨跟今天的清晨 在台南的沿海 像在七谷啦 还有这个安南这一带 都有一点点下雨的状况 但是量不多 那主要就是西南风 跟陆风的符合 那早上阳光出来 照射了以后 陆地的温度开始变高了 这个陆风就会减弱了 这种符合的状况 就会减弱了 所以云层就会散掉了 那等到了今天晚上的时候呢 这个高压基本上呢 边缘还是在我们台湾附近 这一带 所以就造成了 整个西南风持续影响 明天开始这个高压 甚至有些稍微在 往台湾这边扩展过来 但是呢还不够强 只不过西南风会退 那到时候西南风就会减弱了 那许多朋友也在问说 已经来到了七月中了 还没有这个明显台风发展的迹象 是不是正常 今年台风发展的个数 是真的有比较少 到目前为止是比较少的 我们看到这整个太平洋 高压的范围 还是这么的广 那未来会不会有热带扰动发展的迹象 已经来到七月中了 虽然我们讲七八九 这三个月都是台风季 但是台风的耗发期呢 应该差不多七月中旬开始 到八月到九月上旬 这差不多两个月到一个半月的时间 所以接下来海面上面 慢慢的有台风形成的都还是很正常的 一直到这个七月底 如果海面上面还没有台风形成的话 就代表是真的是不正常的 所以未来这整个太平洋高压 它的范围会稍微往北台 南边 这一个比较靠近赤道附近的 靠近热带地区的 它的这一个热带扰动发展的空间 就会让出来了 所以慢慢的就会有一些热带扰动形成了 但是会不会来台湾还是一回事 现在都还没有发展的状况了 再来再谈说会不会有台风来到我们台湾 这个都言之过早了 那我们再来回到台湾的天气 卫星云土再来看一看 台湾这四周围的云层来看的话 北边是有一些比较高层的云层下来 但是这些都是比较影响不大 真正影响不大的是一些热对流 中午以后发展出来的 海面上面也有一些零星的云层在发展 但是一样卫星云土解析度没有那么高 看起来不是那么的清楚 我们从雷达这边来看一看 会再更明显一点 海面上面是有一些云雨区在发展 从这个东部外海到巴斯海峡叫台湾海峡南部 但是随着时间的增加 最近这几个小时已经慢慢在减弱了 今天清晨在台南的沿海部分的云雨区 影响到了就是刚刚提到的沿海 有一点零星的降雨 那到目前大概只有在台中外海这边 有一块对流云在这附近 但是主要在海面上面影响到陆地 并不是那么的明显的 可以看得出来 这整个西南风带进来水气的影响 中午以后会有热对流 但大部分偏向在山区 我们来看一看气象鼠所预估出来 降雨的状况 这个是今天的白天 山区的午后震雨 西半部这一带碰到的机会 事实上不高 比较高一点的可能就大台北 比较靠近东区的地方 另外就是基隆北亚岸 还有宜兰这附近 那等到入夜了以后 没有热对流了 降雨就减少了 到了明天白天呢 下午后震雨的范围变广了 西半部这边有稍微往平地方面扩展出来了 随着西南风减弱 东半部这一带 未来这几天碰到午后 雷震雨的机会慢慢降低了 西南风比较强 这种热对流发展的环境 可能会随着西南风进入了东半部 那西南风一减弱以后 变成了东风 这个发展的条件 可能会转到西半部 所以未来这一个礼拜的天气 状况来看的话 东部大概未来这两天下午后震雨的机会 慢慢的就会降低了 换成是在西半部这边会越来越明显 那今天主要的午后震雨 偏向在山区附近 那明天平地下午后震雨的机会 可能慢慢的会提高的 再来看一看今天各地区详细的天气预报 先来看到的是在北部地区 那今天大部分也晴到多云 不过大台北还是有一点局部的午后震雨 另外中部地区平地大概大部分晴到多云 山区有午后震雨 高温大概35 36度 南部地区这个雨主要是在清晨已经过了 大概今天是晴到多云的 高温34度左右 那在东半部来看的话 基隆还有宜兰都有机会出现午后震雨的 花冬晴到多云 澎湖近门还有连江澎湖有震雨的 但是海面上面的这个雨应该都不大的